頭髮,頭髮很輕 所以你練到一個敵人的人頭 就把他的頭髮砍下來 等下一串就掛在刀的頭髮 所以各位你看一下這一把刀 就是我們博物館比較特別的典長 原來後面是掛著人的頭髮 在地底下就不再使用 我們的傳統傳說 這個人的頭髮 這個戰刀上有人的頭髮具有力氣之後 經過時間的演變 頭髮還會再長長 大概是這樣 這是我們的傳說 沒有科學的根據 在日本的歷史裡面記載 不是我們講的 因為泰亞圖本身沒有文字 在日本圖書館裡面 有照片的書籍裡面記載 日本人把他的人原住民 抓去當兵的時候 臉上的紋面 我們以額頭下額頭 男生的紋面 女生的紋面是從耳朵 穿過嘴巴到另外一隻耳朵 在我們看到圖片的時候再介紹 日本人為了整齊畫意 又要看看你是台灣的原住民 所以日本人並把台灣原住民用夾子 抓你去當兵的時候 用夾子把你的頭臉皮夾起來 用五四刀把你的紋面割掉 那時候沒有消炎藥沒有麻醉藥 日本人很殘忍的對待我們泰亞圖 還把他抓去當泡杯 幫助人打仗 這是第一個 這是有圖片給記載 所以你看到原住民老的 幫助人打過仗的 額頭和下額是一個洞 因為他幫你割掉 他不會幫你縫合 是很殘忍的 這是歷史的證據 第二個 也是歷史裡面記載 有一個叫做鐵條的章子 空電 什麼意思 在以前 日本統治台灣的那個年代 電是很少 不像我們一按 然後電燈亮 那時候才發明水利發電和活力發電 電是很稀有的資源 但是日本人把原住民分成深山區和收翻區 什麼意思 翻是頭翻的翻 一個草子頭 翻啊 深山還收翻 還阻過還沒阻過 不是這個意思 深山表示不接受日本的統治 是教育 那有部分比較合同 接受日本的統治 念日文上日本學校 在這中間有一條叫做愛永縣 來劃分出來 愛永縣是可不保證在一個受益的地 愛 永是勇敢的勇 這條愛永縣 就會有派人在 在發送 你超過了這條線 到原住民的地方 深山區 就表示不受日本的教育 你隨時會被砍頭 都會寫 他不關你 但是這個愛永縣一帶 它有用鐵條 鐵絲網 殼的 這鐵絲網怎麼殼 它是有通電的 所以當時有最高的機密 就是這個通電的時間 因為電力資源是很稀少的 你不是24小時的通電 不像現在 比如說早晨7點到8點 晚上8點到9點 這段時間有通電 所以原住民人不懂 不知道這解釋網是有通電的 媽媽跟著小孩去採水果 噗 不小心就會電死了 無論無故就死掉了 就不曉得 這個東西在日本統治台灣的時代 是被列為最高機率 所以你就知道 日本人統治台灣人是非常慘的 尤其是最大約準 這邊跟大家說明一下 但是只有女生 才可以擔任的工作 她會刺青 就在臉上刺青 好 各位先看一下這邊 泰雅圖長老 臉上有紋面 這邊全部都是女生 為什麼 看她紋面的頭案就知道了 泰雅圖女生的紋面 從左邊的耳朵 穿過嘴巴 到另外一隻人 這個紋面的圖案 很 一般人很難了解 每一個人都不一樣 為什麼 因為只有紋面師 還有被紋面的人才知道 泰雅圖的紋面總共有七個步驟 男生會打仗 有戰功 長老同步都可以紋面 你要把你最好的列物 送回紋面師 當作交還的禮物 女生 你會織漂亮的衣服 你要把最漂亮的衣服 送給紋面師 當作 紋面師是女生 也是部落裡面 唯一可以不用學織布 就有最漂亮的衣服的人 胡王 月王鋒劍第一次打敗仗 所以臥心長膽 這故事大家都聽過 但是第二次打仗的時候 月王鋒劍就用 南方臉上有刺青的野蠻人 幫他打仗 這是歷史裡面最早記載 泰雅圖的 中國大陸南方在幾千年前 五王複裁 月王鋒劍爭 爭霸的時候 就出現過 但他沒有名字 叫做臉上有刺青的 南方 中國南方 臉上有刺青的野蠻人 到了明朝清朝之後 泰雅圖叫做王之翻 王是一加一的王 字是文字的字 翻是圖翻的翻 環納的翻 好 請各位看一下 這長老的額頭 男生的紋面 是只有一數 當你咒文年齡大 咒文長不出來的時候 好像在盒頭上寫一個王 各位 你回想一下 以前畫的國畫 畫老虎 都會在盒頭上寫一個王 畫三大王 在盒頭上寫一個王 又學我們太亞族的 但是明朝清朝的時候 叫做翻 但是民國之後 翻是等於沒有文化 沒有水準 所以在民國之後 就叫做原住民族 少數民族 叫做原住民族 就不叫王是翻 好 這個故事可能不真 在大門口 不擺在家裡面 因為這是有炫耀戰功的意味 泰雅族的想法 其實很簡單 很單純 在部落裡面 沒有圍牆 這個國手下 就擺在大門口 你走在部落裡面的時候 發現有這個國手下 上面擺滿人頭 就知道這個家裡面 住了一位勇士 你就會肅然其境 這個道理 跟我們當兵的時候一樣 我們當兵的時候 只要聽到蔣中正先生 你就要立正戰 做好 這道理是一樣 很簡單 國手下 到底有什麼作用 作為捐耀戰功之外 泰雅族 可以先強行 回想一下 小時候有沒有害怕 或倒楣的時候 或倒楣的時候 可能有 一般 吃豬腳麵線 倒楣害怕的時候 台灣人吃豬腳麵線 那泰雅族不吃麵線 怎麼辦 你就把中間的人頭拿起來 把人頭當作酒杯 把小米酒倒下去 家裡有勇士告訴小孩子 你把酒喝下去 你就不再害怕 這是泰雅族教育小孩子的方式 所以從小看人頭 看習慣 長大就會獵人 這是泰雅族教育的方式 在歷史裡面記載 泰雅族 是霧射事件 日本人 日本人 在台灣 統治台灣的時候 在霧射 在散播發來的被禁止的時候 日本人辦運動會的時候 在霧射這個地方 被泰雅族圍起來 殺死了雞牌人 因為剛才講過 泰雅族是高腰統治台灣 原住民起來 因為個性強悍 當然要反抗 這是歷史裡面記載 泰雅族殺最多人的時候 好 記牌的人 一般獵人頭是靈犀的人 請各位想想看 在二次大戰的時候 日本 美國 世界列強 發明原子核子武器炸彈 一個炸彈丟在廣島長期 幾十萬人全部炸死 一般男女老幼 但是泰雅族 泰雅族獵人頭 只對沒有隊伍 侵犯我們的敵人 而且只有幾十個人 對大力場戰爭死幾百人 隔壁市裡面幾百人 相對於現在的 相對於現在的戰爭 一下死幾十萬人 而且裡面整個武器是有輻射的 像日本輻島和輻射外線 裡面被炸死人 被輻射照到 你生下的小孩子 下一代都會激 比較起來 哪一個比較殘忍 只是泰雅族相反不單純 可能現在的一殺就是幾十萬人 可能更大 日本人如何統治我們台灣 是多萬殘忍的事情 當初在以前的時候 台灣最適合居住的地方 是在南投 所以南投應該是人最多的 那你現在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太魯閣族又在這裡 塞德克族又在這裡 怎麼分得這麼遠 當初武射事件不是發生在南投一帶嗎 那就是日本人的權益 因為現在這個是現代奮戶 當初日本人為了統治台灣 是用獨尊的方式 剛才跟各位報告過 武射事件 武射事件之後 日本人用在電影裡面而演到 日本人為了保護武射事件 所以用獨器 現代武器 包括丟炸彈 包括毒氣 毒盾 毒盾 毒盾也是有整個 惡禮全部殺光 男生女生一個都可以 殺到什麼程度 電影裡面也有講到 一個青山事件 比如說年輕力狂 塞德克族 比如說那個 那個 男主角 叫什麼 莫娜路高 莫娜路高 年輕力狂 和竹恩勇士 日本人武器很強 飛機一來 槍炮一來 跑到山裡面躲起來 部落裡面剩下寶洞的 女生慢慢帶小孩 人出最多 在青山事件裡面 是太陽同學個性強悍 男武器跑的 母親 忍痛 先把自己小孩吊死 傷吊死 自己在傷吊自殺 對日本人來的時候 整個部落裡面 只剩下200多具的屍體 吊死在樹上 都是媽媽 親手先把自己小孩吊死 自己在上吊子上 一個村肉裡面 適合上吊的樹不多 只有幾顆 全部掛滿滿的 把樹枝都壓彎了 這就是我們所謂的青山事件 為什麼塞德克巴萊這麼慘 日本人是對原住民這麼慘的 對 這就是從歷史正義來顯示 為什麼要看這個電影 第一個疑問就是 這個 日本人在他們教科書裡面 說是沒有高壓檔子 沒有強迫 但是從他們自己的 普通文獻裡面顯示的 都是破案虐待 尤其是台灣的原住民 第二個部分 再跟各位講一下 覺得莫納古道 是不是原住民的英雄 各位想想 莫納古道 各位看塞德克巴在說 對 好像他是英雄 大家請各位想想 他是不是真的英雄 就後面的原住民 突然想 覺得為什麼 各位你先看一下 塞德克巴在這裡 原來大部分在這裡 或者按娛樂園的生活 他在物色世界反抗不得 所以被牽到 現在被牽到這麼一小塊 總共幾千人都有看到 原來塞德克主 泰魯格主 和泰亞主 在這邊 都好幾萬 現在只剩下這幾千 而且還是最近 這一百年來一直生 原來塞德克主 就是因為被 莫納古道理 這個物色世界 一直殺 一直殺 幾乎殺光 幾乎殺到沒有 後來才被 因為到最後 人都熟了 為什麼 你殺光了 剩下都 那你沒有喝到什麼 所以 日本就 原住民 統治原住民 把這組 籤到這邊 把這組籤到這邊 籤來籤去 就是這樣 所以現在好像 這被快 變塞德克主 其實是有點奇怪 但是後來被 統治這樣籤行 是勉強 也不是天生 算是都屠在這裡 原來在歷史裡面 都是在這邊 中南部這一帶 尤其是南部這一帶 那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就介紹到這邊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參觀